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那接著下來我們李師傅也要分享一個 秋冬的養盛料理 師傅今天要做烏骨雞 對 烏骨雞 黑木耳炒烏骨雞 這個烏骨雞的話 我把那個骨頭去掉 然後這邊重要的是黑木耳的處理 很多人都是買那種新鮮的黑木耳 可是新鮮黑木耳吃起來就是不會脆 所以我們就是要買乾的木耳回來自己泡 然後泡的時候還要注意不要泡開水 對 泡開水的確是比較快 但是問題是它泡起來是軟軟的 像這個就是開水泡的很軟很軟 那要泡什麼 冷水泡的就是脆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脆的口感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用冷水泡 像這個熱水泡 泡的時間很短 可是它摸起來就是軟軟的 這就是比較脆一些 那冷水要泡多久 大概泡最少半個小時 泡完之後它就會這樣口感是比較脆的 這道菜其實就是要吃脆的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五穀雞跟黑木耳 五穀雞師傅把它去骨頭了 去骨頭 因為這個比較方便吃 然後呢 還要放黑棗 黑棗的話 我們先用100cc到150cc的水 我們把它泡 把它泡軟 好 我們樂鍋樂油 現在先爆一下薑 對 爆香的東西都把它放下來 這道菜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燒煮的菜 然後這邊把它放下來之後 爆香 然後五穀雞的話 你也不需要去醃 就直接就把它 炒香了之後就可以直接放下來炒了 好 炒香之後 五穀雞就可以下來炒了 炒到它表面變色就可以了 這邊就是主要是要燒煮 所以我們只要炒到它變色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把 好 我們把木耳下來拌炒 放下來 然後剛剛我們講的 我們已經泡水 就大概泡它一 兩個小時 是 把它味道泡出來 而且黑棗也會有一點點甜度 甜 黑棗跟紅棗都有香度跟甜度 對 它有個煙燻的香味 對 然後米酒 然後味道的部分 我們就只有加醬油膏 好 所以主要的調味就是 黑棗先把它泡軟之後 它那一個醬汁 然後跟醬油膏跟米酒 對 就這樣把它燒一燒 燒它 燉它 湯汁稍微讓它濃稠就可以了 其實一開鍋 它那一個黑棗的棗香也聞得到 對 香味就很濃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這種骨雞的話 吃起來它的肉非常的鮮Q 它一點都不會柴跟老 然後再加上這個黑木耳 它是用冷水去泡發的 它吃起來是烤烤烤 有那個很脆很脆的口感 然後那個黑棗又非常的甜 它整個一道非常清爽 主要都是吃食材原味的一個料理 所以這個我覺得對於那種追求健康 或是護腎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料理 那我們今天講到護腎這個部分 就是其實很多人可能在冬天的話 喜歡吃一些像冬令進補這個部分 那我之前那有一個女性病患的話 她就吃到不合適的東西 導致說她身體出現一些狀況 這女性病患她今年是66歲